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半只手套 正反面都可以戴 我们现在开始编织 首先锁编起针 然后编织15个锁针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针 在锁针的背面 条里删了一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13个针目 13针结束 接着在第一个锁针上 编织三个短针 转到另外一侧 对应前面的针数 再按顺序编织13个短针 第一行结束 后面锁一针 然后翻转之物 首先按顺序编织13个短针 13针结束 接着在转角的三个针目上 各增加一针 在每一针上各编织两个短针 一共编织6个短针 转到另外一侧 后半部分再按顺序 编织13个短针 第二行结束 后面锁一针 翻转之物 首先按顺序编织13个短针 13针结束 接着在转角的这六个针目上 增加三针 首先在第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在第二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继续 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9个短针 9针结束 后半部分再按顺序 编织13个短针 第三行结束 后面第四行至第六行 继续在转角的位置 各增加三针 我们按照图解上的针数进行编织 第六行结束 接着第七行 首先锁一针 翻转织物 前面先正常编织十个短针 十针结束 后面按顺序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在转角的这16个针目上增加4针 首先按顺序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在第四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后面继续 每隔三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二十个长针 第二十针结束 后面再按顺序 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再编织两个中长针 后面剩余的位置 再编织十一个短针 第七行结束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首先按顺序编织十一个短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中长针 后面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五个长针 五针结束 接着跳过一个针目 后面按顺序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跳过一个针目 然后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五个长针 后面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五个长针 后面的部分 继续按照图解上的针数 进行编织 第八行结束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首先按顺序编织十七个短针 十七针结束 接着在中间的这三个长针上 各编织两个长针 六针结束 后面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在这三个长针上 各编织两个长针 后面剩余的部分继续重复编织 最后再按顺序编织十三个短针 第九行结束 这样完成前片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后片的部分 后片部分的第一行至第七行 重复前片的方法编织 第八行和第九行的编织方向发生变化 我们按照图解上的针数进行编织 接下来开始拼接两个支片 一边拼接一边勾织后片的最后一行 首先在前片的最后一个短针上 将线勾出 返回第二个支片 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将钩针穿过第二个针目 将线勾出 返回第二个支片 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 重复编织 首先按顺序编织12个短针 侧边的12针拼接完毕 后面正常编织大拇指的位置 首先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在中间的三个长针上 各编织两个长针 然后在第五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将针针 接着将针针穿过前片对应的短针处 将线勾出 返回第二个支片 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个短针上 将线勾出 返回第二个支片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正常编织第二个手指的部分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在两个手指之间的短针上进行连接 第九圈的针数 按照前面列出的图解编织即可 两个支片拼接完毕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底边的部分 首先锁一针 在每一行侧边的空隙处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36个针目 最后在第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编织七个锁针 返回倒数第二针 按顺序编织六个引拔针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 进行编织 同样按顺序编织六个引拔针 六针结束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 进行编织 按顺序编织六个引拔针 接着在第二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继续编织六个引拔针 六针结束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同样按顺序编织六个引拔针 接着后面跳过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继续 重复编织 一共跳过十二个短针 不需要勾织 底边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将侧边的位置缝合固定 接下来我们在手腕的位置 编织两圈引拔针 在任意两个短针之间的位置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按顺序编织三十六个引拔针 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小肉球的部分 首先环形起针 然后绕线圈 编织十个短针 时针结束 收紧线圈 将线一次性拉出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样完成小肉球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爱心的部分 首先环形起针 后面锁三针 作为起地针 然后绕线圈 编织三个长长针 接着绕线圈 再编织三个长长针 后面锁一针 编织一个长长针 后面锁一针 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再编织三个长长针 后面锁三针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收紧线圈 将线一次性拉出 第一圈结束 第二圈 首先锁一针 在第二个锁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锁针上再编织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的两个针目上各编织两个短针 接着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后面锁一针 在顶端的针目上编织两个短针 接着另外一侧 继续重复编织 最后我们利用热绒胶 将爱心和小肉球固定到主体上 现在我们这一款半只手套就完成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